吃辣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恋的 天生的 18岁以前都不吃辣 吃辣的时候会流汗 有有有 我吃辣你现在都看到了 我都已经出汗了 在成都这座以辣味著称的世界美食之都 空气里几乎每时每刻都弥漫着辣椒的气味 此刻两名年轻人正在做一个关于辣椒的调查 他们是谁 为什么对辣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天辣椒的调查只是一个前期准备 实际上我们要做的是探究一个人吃辣能力和基因的关系 这名小伙叫孙兴翰 目前在成都一家公司从事遗传研究工作 孙兴翰是北京人 从小对自然界和生物尤其着迷 18岁时他考入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来到了成都 在川大学习的第二年 孙兴翰争取到了去美国一所大学学习的机会 这所大学的生命科学专业在世界排名领先 当时也觉得在美国和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大的差别 所以就想到要回国 因为我一直想的是趁着年轻做一些创业的事情 因为成都这边知识创业嘛 就觉得这边的创业环境可能好一些 2016年孙兴翰再次来到成都 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荣漂 而这时一项在过去遥不可及的生命科技技术 基因检测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走进中国寻常百姓家 而这一部分要归功于成都一家 专为一般消费者提供基因检测和分析的创业公司 这家公司的主攻方向 与孙兴翰的专业和兴趣不谋而合 当时来聘这家公司也是想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去和其他的研究生甚至一些博士生去比 然后所以当时也是很恰巧碰到老板很欣赏 所以把我给录用了 其实是相当于是破格的 这家公司叫二十三魔方 创办于2015年 公司的创始人孙兴翰的摩勒周坤 是一个地道的成都人 周坤似乎继承了成都人敢于尝新的基因 对新兴事物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 然后我本人因为借助电脑 借助互联网非常早 所以说就看到基因测序成本下降的速度 就是远超摩尔定律的 同时又感觉这不是就 这不是就从生命科学的领域来看 这不是98年的伏联网吗 15年的时间 从一亿人民币降到了 一万五千人民币 这个下降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所以说就感觉 那再往后走肯定 人人都有自己的建筑数据 就像人人都有电脑 人人都有手机 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有基因 它不仅决定了你我的不同 还主宰着生命 几乎所有疾病都跟基因有关 而通过基因检测 人们能预测疾病 从而更好的去做健康管理 随着技术成本下降 针对一般消费者的基因检测 在美国较为普遍 但在中国还尚待普及 周坤看到了这个行业巨大的潜力 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迅速地构建 全中国最大的基因样东库 为未来运算生命 做所有的准备 而这项工作 主要由孙兴翰所在的 遗传研究部门来承担 我们做研究 基本上都是通过APP收集问卷的形式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收双眼皮这个问卷 我们其实要这个问卷要收集的就是 一个人他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当我们有足够的数据 然后达到一个群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单眼皮和双眼皮的人 他们的基因数据 放到一起做一个比对 通过找到这两组人群基因上的不同 来找到哪些基因可能影响了 他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开发一项新的基因检测项目 通常需要两个步骤 提出猜想进行论证 成都这座举世闻名的世界美食之都 总能让孙兴翰产生各种天马行空的创意 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做个吃辣的地方 吃辣的地方 我全家都不能吃辣的 但是就是我很不吃辣的 我觉得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吃辣的吧 肯定跟他人的本身是有很大理由 成都人爱吃辣会吃辣 这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受到公认的 但辣椒是个博来品 成都人就一定天生能吃辣吗 能不能吃辣真的由基因决定吗 这样的研究课题确定了 接下来就需要孙兴翰对此进行论证 那么论证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孙兴翰品尝的这个小吃叫做伤心凉粉 因其能让人腊出眼泪而得名 是成都以客家文化著称的落代古镇的特色美食 我跟你说 四川人很多人吃辣椒 很厉害 它就是这个地理环境 也就是说你觉得吃辣其实是可以锻炼出来的 一个锻炼没问题 第一个受访者是伤心凉粉的老板 在他的经验看来 四川人能吃辣是后天培养的 主要是伤心凉粉的一家店可能本来就出名了 味道很辣 所以来吃的人可能都是比较能吃辣的 所以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寻找更多的那种 就是比如不能吃辣的人 就是有差异性的那种 来补充一下我们的数据 伤心凉粉店的调研 让孙兴翰和刘思航开始思考 是否能吃辣又会不会跟地域有关呢 于是他们决定前往 位于成都北边的辣椒交易市场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 每天全国各地的辣椒都汇聚于此 又从这里发往全国 从事辣椒生意的老板 一定非常了解全国哪个地方最不能吃辣 和兰人吃不了辣 他们不吃辣 他们吃辣不行 但是他们产的这种辣椒的话 他们一般本地当地都不吃了 北方的话前两年的话不行 这两年的话接受四川火锅的熏涛的话 吃辣样好很多了 郭波在成都从事辣椒批发生意已有十年 他根据辣椒的生产和销售情况认为 北方人在吃辣方面普遍不如南方人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孙兴翰和刘思航在另一个地方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你们是哪里人呢 我河北像安徽 这里是位于太古里的一家火锅店 因为地处标志性景区 外地食客较多 两位分别来自河北和安徽的食客 正是孙兴翰要寻找的北方人和南方人的代表 那么他们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像吃这边的东西觉得辣吗 辣 没想到两位食客得出的结论 与之前的答案完全不同 吃辣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恋的 天生的 火锅店的调查让孙兴翰和刘思航发现 人们在评判自己能否吃辣时 不免会受到很多主观因素的影响 而这也正是他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其实有很多我们之前假想的一些可能能评估辣的指标 直接在问卷上不是很好收集 同时我们也会在实验室去尝试设计一些实验 去收集更精细的怎么去评估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吃辣 而不是说涉及到这么多主观因素 接下来孙兴翰和他的同事 还将基于这两天有效的调查内容形成一份问卷 再发放给公司所有的线上用户 进一步论证能不能吃辣 是否由基因决定 这些小小的研究看似没有意义 但却对构建基因数据库提高检测的准确率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背后是科研人员严谨的探索 是无数次推翻重来的论证过程 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执着精神 如今23魔方提供的基因检测项目已近200项 用户样本量达16万人 公司迅速成长成了成都的准独角兽企业 最近两年对整个新经济的观念和重视提升非常快 所以说在政策 在这个人才引进 在资金方面有了非常多的倾斜 成立之初给了我们相关的创新基金的支持 以及房租的一些补贴 人类对自身的好奇 驱使着人们在生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从试图了解自己 到利用科技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一个小的辣椒研究 到利用基因技术攻克癌症 这一切都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现实 尽管对于基因奥秘的探索还任重道远 但无论是老成都人周坤 还是新荣飘孙兴汉 都始终保持着这份好奇心 不断去尝试 不断去开创未知的领域 而如今 成都正在建设最适宜新经济成长的城市 将为这些喜爱尝心 敢于创新的成都人 提供最强劲的支持 访问这些喜爱尝心 应该是否有信吗 不断去